豆沙关 豆沙关古时候也称为石门关 它位于云南省延津县 是古代的时候 由四川进入云南的第一道险关 现在的豆沙关古镇 是在06年的延津县地震之后 重新修建的 地震当时导致古镇老街 80%的房屋倒塌 或者不同程度的受损 08年的时候才重新开放旅游 翻新之后 古镇还是不识古印的 你看这里的建筑 还是按照原来的风格去修建的 还有青石板的街 以及这街上的店铺 都是古寺古乡怪有匾额 都说南有河顺北有豆沙 所以说豆沙关在云南省的地位 还是比较高的 豆沙关比较出名的 还有五尺道以及博人玄关 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 就是古镇的中心广场了 这里十分的宽敞 很大 四周围都被山所环绕的 这里古镇里面有很多湿的小商铺 还有很多这种逛街的 然后还有商店住宿等等 我们在那边有看到一个类似于牌匾的东西 在地震之后 觉得这可能是留下来的 唯一没有被损毁掉的了 你看上面那个牌匾还有破败的痕迹 我们走进来看上面还有纹路的有雕花 在上一部分有结构更复杂的建筑 很有艺术感 我们没来之前 我们就知道80%古镇的建筑是翻新过的 所以我们对古藏道以及博人玄关的兴趣更加大 我们现在就往那边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能够用右眼 很清晰的看到对面山崖上的博人玄关 就在那个位置 而相机拉近能够更清晰的看到里面的情况了 博人玄关是中国玄关藏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但是他们留下来的千古之名到至今为止 仍然没有能解开的 比如说博人是如何将这个棺木 运到高达近百米的山崖之上 这个山崖之上猿猴都难以攀圆 而且飞鸟才能飞得到的 并且还有一个谜题就是 为什么所有的博人玄关都是面向太阳升起来的地方 也就是东方呢 这些都是大家所不知道的 至今仍然没有被解开的谜题 在山崖近百米的高柱分布着多具玄关 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将重达半吨以上的玄关 放置在近百米的高处的 这个民族又是怎么消失的呢 在以前不发达的古代 他们是到底如何运到悬崖上去的 有一种说法是 博人会先将棺木搬到悬崖上 然后在悬崖上掉下来 你要再掉下一个工人 把他这个棺木放到这个悬崖峭壁之上 最后把要葬入的尸体放下 装入棺内 最后把这个盒盖盖上 到了明朝的时候 这个民族了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跟明王朝发生了十多场战争 导致元气大伤 最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而唯一留存下来的 就是能让现代的人 对博人产生想象和了解 就是石棺之中 经历风雨的各种未解之谜了 至于博人为什么要将棺木 放在近百米高的悬崖之上 我在网上了解到一篇文献 它里面有提到 行玄关杖者挂得愈高愈急 以限罪者为急 这应该就是博人行玄关杖的原因了 当然这些只是文献中的说法 也没有确切的历史 去记载这些到底是什么原因 所以这些只能留给后人 去仔细加以研究了 因为博人到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了 我们在现场看到这种玄关还是很震撼的 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古人是如何在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之下 将那么多具棺木运到这样悬崖峭壁之上的 我们永远就看到有五六具 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 那边是博人玄关 而背后就是悬崖古道 这个悬崖古道是沟通了两条村 这条村到那条村的唯一条路了 很多村民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都是沿着这条古道上学干农活的 而这条古道有多惊险呢 它建于悬崖峭壁之上 离地面有几百米 在经过这条古道的时候 人们都必须得弯着腰走才能走得过去的 而且往下看都能看到川流不息的车流 我们真的很想去体验一下这个悬崖古道 但是之前一直没有找到方向 上错了另外一个山头 浪费了两个多小时 在山上还很阴森被吓到了 看到了这边有条道 你看一直通那个山过去 幸好没带半斤进来 淋成落汤狗 我们一路爬上来 看到这石头 很像海底的珊瑚 宫贺林区 上面还有长竹子了 我们走得好远了 还在这山中间 你看上面全是雾 我们从那下面上来的 下面全是车的声音 你把这杆子好耗的 待会还靠塌了 你说我们走个路都那么累 别人修的时候又没显累 加油 加油 今天就当减肥了 爬山 太累了 感觉连打伞都累 我们就是从那条高速下面的一堆房子上来的 对啊 看不见 你看 看得到 我感觉我们已经走得几百米了 从那堆房子 经过高速 经过一层一层又一层 一起走 还在这上面 我们一直走上来 发现这里有几个碑 是功德 功德碑还好 妈呀 不是墓碑 你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捐钱 修这条石头路 还捐的挺多 一千多两千多 几百的也有 这上面还有寺庙吗 还有个神怪 传奇的故事 突然发现一个像人体的黑斑石头 一律于草地之间 它好像用镰刀什么 啄它 那个故事都真真假假 接着走吧 走上来发现这里是个寺庙 听到狗蛙子叫了 我哪知道 哇塞 全是人头像 上面也不能走 上面也是神像 哪里还掉 还有那个总掉的 这哪里有路 没路 这是那里了 那里有小路 没路了 这里有狗 对啊 为什么有狗 里面有人 楼上 楼上也是庙 楼上可以过去 上吧 来都来了 来的 来的 四肢正眼 来的 后面没有路了 你看这个 最高的位置了 上面有栽饭 有人家有人做饭 要有人吗 这里有人在这里守院子的 我看到有电饭锅那些 你看我们是从那边上来的 哇酸住的还好 哥哥别怕 我们走错了 你看这是哪里 这两条路是分开的 确实不是那里 不是 应该在这边 这边 崖口 走吧 下去吧 没有人在山上 我们走错了 那上面是个寺庙 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地方 这里还有一条小路过去 但这个路好像不对 应该要这种石头的路 才对吧 阿龙说往这边去看看 但是我觉得这个都不像路 但这个确实有人走 这边西石头边站到 不应该是这么危险的地方吧 在哪里了 很危险 确实不是这里 哇 阿龙 这也太恐怖了吧 不可能那些 走不用找了 回去 明天天起来飞个航拍 哦 对面 对面就是那个玄关 我们走错了 走走上面来了 下面还有条路 对 我们走出头了 我们只知道往上面走 下面应该还有条路的 我们看那个小视频 它显示那个山 比跟山一样的 我们现在已经是超过那个山了 所以说要下去 重新找 走错了 重来 这下好远 我们从那上面 下下来了 我们东走西走到后山来了 又上山又下山 又上山又下山 上山下山 这路没了 我们怎么走到茅坑了 你看这里断路了 你看那里也有个房子 那房子是那个 我们要走到停车场那边 好像有小路 但是我们只能往这边走了 对 走 这里面是什么 这里还有人住 哇 现在我有电 还好有路 这个是什么 这么酷 好像那个火箭 火箭 原来这个地方离我们这么近 我们两个傻叉 还要往山上爬 看到没有 阿龙 你看这个玄关里我们就那么近 为什么要说在那山上 以前这个盐金线是博人聚聚的地方 哇 你看我这镜头拉好远 妈呀 直接看到里面的木材了 棺材了 以前这里有很多玄关的 但是现在整个县城只剩下这一个地方了 其他的要么被 贩卖到国外去了 投影到国外去了 要么在文革的时候被破坏了 为什么这个玄关还能卖出去 不知道 文物嘛 观察 还有人要 还有历史上有人盗墓 也把人盗了 盗了之后放慢了 就是那条小路 说的 白走来回两个小时 奔山 也当健身 我们现在终于找到这个位置了 但是它好一点的石板路 已经被挖掉了 为了修建停车场 然后只能走这个泥巴路 这个泥巴路 很多学生上下学都是走这个泥巴路的 因为那里就有个小学 现在往上走吧 下过雨之后 这泥巴好滑呀 小心一点 感觉一不小心都会滑倒 摔伤 感觉一不小心都会滑倒 感觉一不小心都会滑倒 摔伤 而且它这两边都没有能够让你抓的东西 是新弄出来的 是有人干挖出来的 它并不是原来就有的 原来那条路已经被被凿掉了 对 这个泥巴是用锄头铲了一下的 但是下雨了就会打滑 我们从刚才那个小的爬上来 就是这个好路了 应该就在这口子上了 对 以后大家要来的话 要从这个古墩这一边 直接过来了 不要笑 我们爬到那山上去了 我们爬到那边 爬到那边 找到这个山壁就可以了 山壁的对面